好 聰明 好 聰明 OK 好 这边有厕所吗 你先上去嘛 我跟你说 从那个楼梯下去 好 然后二楼的旁边 OK 好 聰明 好 聰明 好 聰明 不是 应该是便利少一点 就是他会投稿 今晚就在这里 然后就一碗套面这样 诶 我再说你当那个 有 我有听到 OK 然后他带我一下多一点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跟当时后的张宇轩说 那不妨就找这疯狂的小屁孩来一下 然后他们就说他怎么说你小屁孩 因为我隔不盖一样有这样他就想 就是他费皮皮的时候我就会认知他了 算了吧 OK 对 我现在算老屁孩了吧 对 但是其实看起来就蛮像屁孩 对 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是我就真的把他起来这样 那他下个月要出发了 你知道我自己会讲 好 OK 对 就是 然后我就会 就是他待会给大家看就是他下个月要出发了 跟李逸杰 李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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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逸杰其实有点老的 你们现在还知道了 李逸杰 李逸杰 还有一个是谁啊 那个 范逸诚 范逸诚 你们还认识吗 海角七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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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各种一起去 他待会应该都会提到就是 他们下个月要出发一起去 就是他去年跑的时候只有拍个人 然后今年是直接台湾一个团 然后一起去这样 所以他前几天的打赶就是 今天来逸杰哥的公司 你看叫我走走 就是他去林逸杰的公司 讨论说下个月我们出发了一些筹备会议这样 就是好酷 就回答说好酷喔这样 他待会应该都会提到好 店长可以了吧 好的 好 那我就把麦交给我们今天的俊达 掌声欢迎他 耶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叫俊达 你可以叫我Gitter 或者是阿达就可以了 这是我去 刚从马来西亚神山 就是海拔大概4095公尺 回来这样子 有人会问我说就是 阿达常看你去 比如说去环岛啊去爬山或是怎样 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正常的工作这样子 其实是有的 我的主业就是农业机械 就是我们家主要是做 这种大型抑影机 你们可能有看过吗 在彰化有看过吗 有 有 Tractor 就是灰蕾 我说台语听有吗 就是抑影机 就是可能在彰化一些乡下 你们可能会看到这些就是农耕机这样子 那我们家是就是主要做 比如说整地啊 比如说代客耕田 跟香蕾蕾蕾蕾 之类的 那我想先播一下我就是 我们平常的那个工作记录这样子 音乐 好 等我一下 声音可以大声吗 I'll be the watcher Ol of the eternal flame I'll be theій of the eternal flame I'll be the gall girl Of all your fever dreams Oou I am the sin i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hourglass Ja O I try to picture me without you But I can't Cuz we could be in roma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more No more tools No more tools No more tools No more Sometimes the only payoff For having anything Is when it's tested again Again everyday I'm still comparing Your past to my future It might be your one But they're my soldiers No more tools I am the sand I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hourglass I'll try to picture me Without you but I can't Cuz we could be your heroes Your heroes Just not alone That now comes down Just not 你們有看到我在哪邊嗎 那要不要再看一次 沒有因為我是 我是負責拍攝所以你們看不到我 對 有沒有覺得很酷 有 好 有人說開飛機嗎 其實我有想過 因為我就是 剛從那個 就是考完那個連結者的駕照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我以後也想要考飛機的駕照 是有的 就是在花東 可以有那個飛行學校 對 OK 然後我的興趣 OK 我的興趣是玩賽車 就是這種二輪的 所以我也是一個 業餘的賽車手 那我們就是有時候會去 比如說高雄的男子啊 或者是彰化 彰化你們知道哪裡有賽車場嗎 八卦山 蛤 八卦山 不是嗎 沒有啦 西湖 在西湖就是西湖 K1有一個賽車場 然後我們就是通常會去比那種 那個 Supermoto 就是會邀請一些 日本人啊 然後馬來西亞的那些國際選手 來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我也很喜歡爬山 就是比如說爬百月啊 然後 八卦山也是可以爬 對不對 還是你們比較想要爬那個枕頭山 OK 那我就是 想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就是說 你們有聽過溫水煮青蛙的故事嗎 有 有 好那我不用講了 OK 就是這個 他的故事就是你把一隻青蛙 你就放在那個 一鍋冷水裡面嘛 那他一開始 沒有 我講錯了 就是你先把青蛙放到一個 滾燙的熱水裡面 他會因為 生物的本能就是會馬上跳出來嘛 那同樣的就是你換另外一個實驗 就是 你把這隻青蛙 丟到冷水裡面 然後慢慢的把水加熱 比如說從四十度五十度 再到 很舒適的溫度 然後他會覺得說 哇好舒服 就是好像在泡SPA一樣 那等到你把熱水加到 比如說七十度八十度九十度到一百度的時候 那他可能會來不及逃脫 然後就被阻死了 那這個故事的告訴 寓意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一昧的待在舒適圈 那可能會對於你的未來啊 或者是一些 就像他的生命一樣 會有造成立即性的生命危險 所以我今天想講的主題就是說 我想分享我過去 比如說徒步環島啦 或者是跟 九天民俗集團團長請了一尊三太子去 走路環島去比賽 還有去出國比超級馬拉松 我覺得說你可以去跨越自己的舒適圈 然後就像主題想的 就是成為2.0版更好的自己 就是 Cross the Limit 好 OK 我國小的時候很喜歡英文 所以到了國中高中我都很喜歡英文 所以我在我 考執考 你們現在有考執考嗎 還是考會考 有 還是有執考嗎 所以我們年代沒有差很多嘛 就是 我那時候考執考 然後我清一色 我志願卡上我都填英文系 就是 從夢幻科系開始填 比如說 台大政大 就是台政 青交城 什麼都好 就是只要上英文系就好 那我最後有上了進行英文系 對 那等到上了進行英文系之後 我就念到了大二 我那時候很想當英文老師 所以我那時候就修了那個 教程 就是教育學程 就是中等教育 就是以後要當老師的 那 等到大二的時候 就有一件事情改變我的想法 就是 我開始問自己說 好像當老師 好像沒有那麼有興趣 就是 這個好像不是我的目標或夢想 老師不好意思 就是 我開始就是 開始思考這個人生 就是當老師真的是我的夢想嗎 就是不斷在思考 那不斷思考就是沒有答案嘛 那為了要解決這個答案呢 我就是去旅行 當然有很多方法 那我選擇就是旅行這一塊 我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念大學那個進行英文系嘛 那我就有一個學長 他就是用 走路環島的方式 就是背著一把吉他 臨遠環島 就是完全不花任何費用 就是 比如說走到哪裡 比如走到彰化 他就彈一首吉他 就表演 然後給那個屋主看 屋主聽 去欣賞 然後換取住宿這樣子 就是打工換宿 那那時候我看到他的故事 我就覺得說 既然他都可以 那為什麼我不行 Why not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那時候跟家裡 就是有點鬧得不太愉快 就是很 以後就是如果跟家裡吵架 就是 為了要散散心 我就去徒步環島 那剛好 我在前幾年 我看到一部電影叫陣頭 頂陶 有看過嗎 就是 九天民俗集團的團長 就是帶領他們的團員 去 著陸環島背山賴子 那我覺得有一條 有一個話 我覺得很棒 就是 未來你想走哪一條路 我都不反對 但有一條路你絕不能走 你們覺得是哪一條 哪一條路不能走 冤枉路嗎 不是 蛤 拍樓嗎 拍樓嗎 拍樓 還有什麼樓 OK OK 就是放棄 因為可能你們 比如說現在高中嘛 就是高一到高三都有嘛 那可能以後有些人會當 比如說音樂家啦 藝術家啦 或是運動員 其實都可以 因為市農工商都可以 那我覺得 你最後如果 責己所愛愛己所責的話 就是要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我那時候大四就是 最後一個寒假 對我來說 就是大學四年級 最後一個寒假 我就想說 乾脆來點不一樣的畢業旅行 因為有些人 去畢業旅行 都是去日本啊 韓國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講說 我想去環島 就是跟 九天他們一樣 就是背著三太子環島 那我就 我們兩個呢 就是跑去 九天 跟團長講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 欸 團長不好意思 我們是 兩個 經營大學的畢業生 我們想要 就是透過我們的雙腳去 好好的認識這個台灣 因為我們之前都沒有環島過嘛 那想說跟您請一個三太子 不知道OK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沒有說很 很 希望團長會 借給我們三太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就是 很像小屁孩一樣 就是兩個來路不明的小屁孩 去借三太子 那理所當然不可能會答應嘛 那結果就是 出乎我們意料 就是團長就說 他那時候就是 雕一根煙嘛 就是說 欸 好啦 看你們當時要不要啦 我請人做一尊三太子 給你們 所以我們就這樣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借到一尊三太子 我們就開啟了 我們的旅程 這一尊三太子 他很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他 曾經去過 撒哈拉沙漠 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撒哈拉 就是他去參加了 七天六夜 250公里的超級馬拉松 那團長就是把這一尊三太子 借給我們 那時候我就很興奮 因為我可以 我終於可以碰到這個 所謂的沙漠太子 就是真正有去過 撒哈拉沙漠的 我覺得我站在他旁邊 蠻帥的 你不覺得很搭嗎 就是因為他有 五根國旗嘛 那我有那個 國旗的避章這樣子 好然後就開啟 沒有 不是這個羽神同行 是這個 對 OK 有人說很可愛嗎 OK 你們知道哪一個是我嗎 裡面 三太子 喔對 OK 那有些人就是 等到這個圖 把時間快轉到 大概六個月後 然後我又再一次參加他們 所舉辦的那個比賽 就是 太子極限環台賽 他的裡面內容就是 比如說彰化女中 就是組一個隊伍嘛 那一個隊伍就是有 大概七八個人 那七八個人就是要 輪流揹著這三太子 去走路環島 喔對很累對不對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是 讀競技大學 所以我就號召了 大概七八個人 就是組一個 競技大學的隊伍去參加這個比賽 好 有人說就是 你走了大概三圈了 其實我有三次徒步環島過 就是 有一次是 類似大便車環島 然後第二次就是 剛才的 扛三太子環島 然後第三次就是這個比賽 那其實有的 有很多人就問我說 欸 阿達你走了那麼多次 那不會 不會生嗎 就是不會無聊嗎 我就跟他說不會 因為 我每一次走就是 不一樣的人 然後有這些隊友 我覺得重要的不是 實現夢想那瞬間 然後是陪你走過那段路的人 雖然我們過程中 會有一些爭吵啊 爭執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你成為 以後的養分 然後再把時間快轉到 一個月後 我們都比賽完了 很快 我那時候在火車上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 我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欸 阿達 你知道某某某 死掉了嗎 就是過世了 就是去天堂當天使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啊 真假的 不是才比賽完過後一個月嗎 就是那個 我的隊友就是因為出車禍過世走了 她是一個學妹 她是進一大學學妹 而且是我在我比賽中 我吵過最兇的一個人 因為 因為我是隊長嘛 那隊長就是會要求 隊友去 比如說爭取好成績啊 然後 有時候我就會要求他們 跑快一點啊 轉個彎就到了啊 再加油一點點 那因為對他們來說 是第一次走路環島 他們想要 好好的欣賞這個台灣 可是對我來說不是啊 我是走過很多次 所以 通常都會有一些爭執 那那個女生就是我跟她吵過最兇的 就是 吵架 那當中就是會有一些 道歉 怎樣都不管 可是 她走了之後 我覺得我沒有好好的跟她道歉 所以我就想說 在她 就是她生前的夢想 就是想 騎單車去武嶺 武嶺就是在河灣山那邊 3275公尺 有去過嗎 有 很冷對不對 對 OK 還會想再去一次嗎 OK好 夢想就是想騎那個腳踏車去武嶺 那我就想說 身為隊長的我 然後身為朋友的我 是不是可以幫她做什麼事情 我就想說 這樣子好了 我就乾脆去九天 再騎一尊三奈子去 幫她完成夢想 就是跟團長再借一尊三奈子 就是我們當時候 一起背著三奈子 然後我一路從九天台中 然後慢慢走 走到埔里啦 南口啊 清靜啊 然後再到五里 然後之後呢 我又再跟團長 請了一尊三奈子 我覺得團長會很煩 就覺得我很煩 就是 我想再背三奈子去御傘 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站在台灣的最高點就是 你們知道台灣最高點多高嗎 欸 39多少 喔 有去過是不是 OK 那為什麼知道這個數字 OK 好 對就是 我想說我如果站在台灣最高點 就是御傘主峰3952的公尺上面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離我的學妹更近一點點 紀念她 所以我就背著三奈子去御傘 我想說我站在台灣的最高點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離她更近一點點 那 我是爬完御傘之後 我才認識這個妹妹叫做奇奇 她 嗯 她雖然是個女生 但是讓我覺得很敬佩的原因是 因為她從小就沒有了四肢 就是沒有雙手雙腳 可是她還是一樣就是 跨越自己身體的局限去 學會於這個世界上平起平坐的方式 我覺得 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就是 就是這樣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跑步 所以我就去加入了田徑隊 那 等到加入田徑隊 田徑隊不是暑假寒假都是要去練習嗎 那我 我加入第一天之後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覺得 真的太累了 因為 因為 其實我小時候生 我一旦加入田徑隊第一天我就放棄了 因為實在太熱了 太累了 那等到 以後的國中啊 高中 甚至大學 我就沒有在 我就很少在跑步 那是等到我 你們會覺得有點熱 有點嗎 有點嗎 好 我講到都流汗了 那等到我2016年的時候 我就在報紙上面看到 陳彥博 就是Tommy Chen 拿到 四大吉利賽總冠軍的時候 就這一張 欸你們知道陳彥博嗎 Tommy Chen 那Cavin Lin呢 那Cavin Lin呢 就是李毅杰 就是李毅杰啦 對 我就在報紙上面看到 就是 他在南極戰 就是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就是拿到年度總冠軍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屌 就是為什麼可以 就好帥 你會覺得這樣很帥嗎 對啊 就是一個超馬選手 然後拿著國旗在南極拍照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覺得想說 為什麼有一個台灣人 可以在國際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那時候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想要用跑步去看世界 就是跟 一傑 跟彥博一樣 就可以用跑步去看世界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加入 超級麻松這一塊領域 那可是我一開始 也不是能跑這麼遠啊 我也是從 學校的 你們學校操場多大 欸不是四百嗎 還是你們都沒有去跑步了 OK 我也是慢慢從 比如說學校操場 我那個年代啦 就是 然後 八百公尺 五公里 十公里 半馬全馬 然後也跟著 那樣山脈 就是 妮姨姐我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她是 這個人類史上第一個 就是用她的雙腳 她是世界上第一個亞洲人 那我也跟著她去 去橫越中央山脈 然後 也從屏東跑到台東 嗯 對 OK 就是我們沿著那個清朝的舊古道 就是從屏東跑到台東 這樣子 也去了以前古斯古 反正就思路啦 就是 在新疆的那個哈密市 有一個叫烏魯木齊 他 在這邊有個天山 可是我去天山沒有雪蓮 就只有道綠而已 還有蒙古包 那我想問大家兩個問題 就是你在 這輩子當中已經跑過多少公里了 不知道嗎 沒關係 等一下我數到三的時候 你們一起回答 OK 好 這一生中你跑過 你跑了幾公里了 待會我數到三 你們大家一起回答 1 2 3 沒有 沒有都沒有跑步過嗎 老師他們都沒有運動過嗎 有關 他不會夾起來 喔 OK 好 沒關係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們想要用你的雙腳跑幾公里 待會我數到三的時候 你們一起回答 OK 好 1 2 3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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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嗎 OK 好 其實有人說我不知道的嗎 I don't know 我覺得這個問題 這個答案很棒 就是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就是 怎麼會跳到這邊 就是如果你把自己設限的話 你可能就是不會去挑戰 像我以前 我如果把自己設定為 我只能跑全馬就是42k的話 那我怎麼有機會會想到說 我以後也可以跑 比如說100k 200k到 七天六夜的250公里 所以我覺得 像42k啊 100k 250k對我來說只是一組數字而已 那我覺得說有時候我們要去換個角度想 那結果可能或 結果或人生可能就會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棒就是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就是你如果不去世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 cross the limit 懂吧 and then you can be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就是成為2.0版更好的自己 因為我是英文系嘛 所以我在大一的時候 我們會修一堂 英文科叫做The Little Prince 就是小王子 可能你們在 電影應該有看過 或者是故事書 那他的故事就是說 來自B612星球的小王子 就是去他 撒哈拉山漠 尋找他獨一無二的玫瑰花 那我也想跟小王子一樣 去撒哈拉尋找我的夢想 所以我去年就是 去了非洲 去比納米比亞長馬賽 那什麼叫四大吉利賽 有人知道嗎 答對有獎品 蛤 有嗎 OK 所謂的四大吉利賽 就是 他是以 這個世界上最顯惡的 四個沙漠為舞台 好 OK 好 就是 他本來是在 那個 北非 摩洛哥的 撒哈拉沙漠 那因為最近ISIS 就是ISIS 恐怖分子很 平凡嘛 那主辦單位為了要 確保 參賽者的 安全 所以他把賽事 挪到比較 安全的地方 在西南非就是 是 納米比亞 還有中國的戈壁 還有智利的阿達干馬沙漠 還有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嗎 對 OK 有人說北極 因為北極怎麼可能會有企鵝 對 所以通常如果你去南極比賽的話 就是有些選手會跟企鵝 就是selfie 就是自拍 就是很可愛 然後企鵝就是會走到一半跌倒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問我說 阿達你常去比賽啊 去幹嘛幹嘛 那家人支持嗎 其實家人是不太支持的 像我去年去比賽 我就沒有跟我爸爸說我去比賽 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會唸我 所以我就跟他說我去非洲遊學 很扯對不對 OK 我也覺得蠻扯的啦 對 因為那時候我有去補習 就是補那個toic 就是多益 那我就騙他說 因為我多於考很高分 比如說八九百啊 然後補習班 就是招待我們去遊學這樣子 然後我爸就真的相信了 對啊 OK 你們不覺得很好笑嗎 OK 那像我去跑這種比賽 比如說剛才的新疆 就是思路 還有像是Sahara Sammo 這些都是很多人 很少去過的地方 或是根本不會去的地方 那我想說 帶我的攝影師 就是他可以紀錄我所跑過的 然後我所看過的 我所經驗過的 然後把它 就是紀錄成一個影像文字 然後或者是紀錄片 然後分享給我那些朋友說 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多 這麼棒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去 就是透過跑步去看世界 這個有點 那個身高反差萌 對啊 應該說最萌身高差啦 對 像我在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這一次可以拿 第幾名啊 或是能不能玩賽 我都不知道 那其實我很珍惜 每一次的比賽 不管結果好壞 就像我剛才說的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就是你要去試試看才知道 那我們在比賽前 我們都會先去 去適應一下環境嘛 才不會有所謂的水土不服啊 或是吃壞肚子之類的 那我們在比賽前 我就先去 納美比亞 就是先轉機到香港 然後再到約翰尼斯堡 然後再到納美比亞 那等到我 真正踏上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才開始感覺到說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沒有來過沙漠 因為在台灣頂多就只有 屏東肯定的那個酒棚沙漠 我沒有 應該有去過吧 那我真的沒有去過 所謂沙漠國家 我那時候有點怕 就是想放棄 那我就是跟自己講說 你錢都已經繳了 你都已經繳了 大概十幾萬 二十幾萬去比這種賽 那你怎麼不能去放棄嘛 頭踢到一半 不可能又沒有踢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 既然上了納美團 那就勇敢當個海盜吧 嗯 嗯 這是我 我們在比賽前都會那個 check 就是裝備檢查 那這個大姐呢 對 她大姐就是問我說 你來自哪裡 我就說我來自台灣 我那時候是用英文講啦 就是我來自台灣 那我就跟他說你有去過嗎 他說沒有 但是我認識 就是有兩位來自台灣的選手 他們都是很有名 像林毅姐跟陳彥柏 他們都是四大吉利賽的總冠軍 就台灣就只出這兩個人 那 OK 那我也跟他說 會在這邊的人 原因都一樣 因為都喜歡跑步 那我也跟他們一樣 就是來這邊實踐夢想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會秀那個 Fort Desert 就是四大吉利賽的備章 還有台灣國旗 我也會就是懷疑說 我在台灣不是最厲害的啊 我也不是體能最好 我也不是跑最快 那為什麼我有機會這個 我有機會 這個機會可以來到 那米比亞比賽 那如果 我就會跟自己講說 那如果不是你的話 會是誰 那如果不是現在的話 會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這是誰講的嗎 那個 Emma Watton 喔 這是那個 哈利波特那一個 真的知道嗎 OK 好 艾瑪華森啦 Emma Watton 對 好 在比賽前 在比賽前 我的雙腳的大拇指的指甲 就是已經90% 已經快脫落了 喔 對 就是因為訓練過度吧 然後就是 快掉了 很難想像吧 OK 好 那可能 在比賽中 可能會有 比如說腳抽筋啊 騎血泡啊 或是 血尿啊 橫紋肌龍結症 那我覺得 不用想太多 就是你要期待你自己去 勇敢的受傷 再勇敢的站起來 那我覺得 你勇敢站起來的 那個過程 才叫成長 那為了讓大家對於我的比賽 有更多的了解 我想先放一下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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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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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没有看到我刚才那一个 没有吗 看完有没有想去的感觉 没有吗 有吗 真的吗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喔 OK 那画面怎么回去 OK 好 就是我那时候跑在那米比亚沙漠的照片 那时候有就是来自世界各国四十几个国家 然后有一百多位参赛者 我是唯一一个台湾人 就是去年 那我们比赛路线就是红线这边 就是有人说 阿达这很简单 就很像从彰化女中跑到八卦山这种距离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就跟他说哪可能这比例词就差那么多 你跑给我看阿 对阿 诶 彰化女中到八卦山会很远吗 很近喔 那待会要不要跑一下 OK 那因为我们这个赛斯是 国际性的就是international 所以你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谁谁谁的成绩 那这不是我啊 这是我只是举例一下而已 因为是在沙漠嘛 所以你们知道沙漠温差会很大 就是可能白天会到五十度 对 诶 看得到吗 这个 要一拜阿 嗯 然后晚上的话会到大概零下三度 所以中间的那个温差是很大的 这是一场你追我跑的比赛 因为如果你是想要追求成绩的话 你会很想要追前面那个选手 那后面的人也想追你 所以就是会变成就是你追我跑的比赛 所以我后面这两个就是一直想追我 我说比赛那种追啦 对 我们这个是就是自助式超嘛 就是self supported 就是你七天六夜要吃的要睡的要喝的 都要自己背在身上 你们书包多重啊 还是你们都没有带书本的 就是我们要喝水嘛 所以要自己带水袋 还有睡袋 然后之后就变这样了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打包是一件艺术 就是 对 那是我第一次在沙漠刷牙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可是我比较想要洗澡啦 因为你在沙漠 其实不能洗澡 因为就没有水可以让你洗 对所以 你们会觉得很OK吗 OK 那如果在沙漠不会迷失方向 就是 他们大陆 他这个 小蓝旗 就是会一路你 一路指引你到终点这样子 所以你不太至于会迷路 可是有些人会不觉 就是不知不觉会偏你方向 就是 这位吧 他这个 你们有看出什么端倪吗 那我就跟我旁边那个人讲说 就是不要理他 因为他可能 他 就让他自己跑吧 反正他之后会 找到自己回家的路 所以就 对啊 所以有些人都 我们正常都是这样跑嘛 那有些人就是会这样跑 就很习惯 那纳米比亚沙漠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之一 所以会有很多的残骸 就可能 好几百年的那个残骸在这边 所以我们都会经过这些很漂亮 这个叫Spring Bug 就是非洲跳铃 我那时候在跑步我就看到一大堆这个跳铃 就是大概二三十只跑在我的面前 那时候我就很祈祷说不要来撞我 就是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一大群 然后就是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才叫跳铃 那我那时候就祈祷说不要撞到我 因为被撞到应该很痛 可是我觉得他们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就是 哪怕 也要用尽全力翻滚 就算这一次是你 只有一次去比赛 那你要去 好好的去Try your best 就是做好自己去尽力 我觉得那是他想要传给我们的意念 那我们在比如说比赛结束完 大会不是要颁发成绩吗 那就会有所谓的一二三名吗 我那时候就是会以为说那些跑在前面的 就是一二三名都一定是那些 像林一姐或是陈彦博那种职业选手 那其实不是 你们猜他们的职业是什么 谁 中田的吗 不是是消防员耶 哦对 那我会觉得说 我以前的观念可能会错误 我一开始以为 会觉得说那些跑很多很强的那些人 都是职业的 但是其实不是 所以我才想说 比你优秀的人通常比你还要努力 所以我们不要去找借口说 他成绩考这么好一定是 还是怎样 其实不是就是只是自己找借口而已 嗯 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 会有很多很怕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人不敢吃青菜啊 或是不敢吃香菇之类的 怕高 我有居高症 所以我在我当兵的时候 我去当散兵 你们知道散兵是什么吗 就是要从那个飞机上面跳下来 对 那高度大概是台北1-1的高度 对 你就想像成你搭那个 比如说华航的飞机 然后从上面跳下来 一样的感觉 对 我怕高 所以我去当散兵 那我 害怕走路人群 所以我就去徒步环岛 那在你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令你们害怕的事情吗 你想要分享的吗 数学吗 OK 好 我会觉得说你们会觉得说国外的月亮会比较圆吗 对啊我觉得真的比较圆了 对啊 因为那米比亚是最古老的沙漠之一 所以它有很多的丰富生态 比如说像是这个 有人跟我说它是狗 不是吧 应该是狼吧 还是是狐狸犬 OK 反正不是狗就对了 还有海豹 对 为什么沙漠会有海豹吗 我也不知道耶 OK 等钟声响吗 OK 因为我们比赛的路线会经过骷鲁海岸 那骷鲁海岸就是会有这些海报在那边 所以你沿途的时候都会经过海报 所以有很多产材者就是会跑去那边跟他们拍照 那我有时候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比赛的时候 因为我跑到很厌世嘛 然后我就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我就突然在我的脚下看到一个海报的尸体 然后我就差点把它踩过去了 就蛮恶心的 像这个就是快死掉了海报 就是被拍打上岸 这是海报 可能时间再久一点你会看到它的那个 头盖骨还有一些毛这样子 因为可能死很久了 可能是因为被塞死或者是饿死 有时候我会常想说我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就是可能跑一跑没有水喝 然后迷路才会变成这样子 你猜这是人的还是动物的 不可能是人的嘛 对啊 对啊 我朋友就跟我说阿达你下个月去非洲的时候 可以帮我捡一块回来吗 我就说好 如果我还有机会活着回来的时候 因为你在这种沙漠 真的是你没踩一步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牙齿或骨头 所以是很平常的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要跑八十公里 就是你要在一天之内跑八十公里 很难想像吧 就是从彰化跑到台中之类的 如果你速度快一点的话 你可能从早上跑到下午就可以结束了 那晚一点的话像我们 跑到晚上九点十点 那再晚一点就是跑到隔天凌晨这样子 我还记得有一天在晚上的时候 我就在我前面看到一个亮点 就是有一个亮点在动 那不可能是鬼嘛是人嘛 所以我就朝着那个亮点奔上去 那等到我逼近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这个不是在早上原来就是 把我给海放的澳洲女选手吗 她叫Jacky 就是这个女选手 那她照理来说应该会在我前面对不对 是吧 那为什么现在会在这边呢 我那时候就想说应该是她的脚爆掉了 不是真的脚爆掉那种 是脚受伤啊抽筋啊那种 不是真的血肉模模那种爆掉 那我就慢慢去接近她 因为我看到光点我就会很兴奋 因为是人嘛 那等到我接近她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原来她的脚真的爆掉了 那我就问她说 Are you ok 就是你还好吗 她就说还ok 就是我的脚可能有一些抽筋啊 就是不舒服 就只能用走了这样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我的机会来了 就是 不要想歪就是在那种月黑风高的夜晚 真的是月黑风高 然后方圆就只有 方圆大概两三百公里就只有我跟她而已 ok ok 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的机会来了 就是 上天终于可怜到我这个单身狗 所以我就 我就把我从台湾带过来的那个 比如说 因为我们在比赛都会吃 能量胶啊 或是五股杂粮棒 肉干 一些副食品 这是我们要带在身上吃的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想要英雄救美 所以我就 把我那些 台湾带来的肉干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后 一些那个 糖果 我想说给她吃 然后她就说不要 我觉得那时候就很难过 我那时候就有点伤心 对啊 真的很好吃 你不吃就算了啊 那我就跟她说 需不需要我陪你 走一小段这样子 她就说不用 结果真的很难过 我长得有这么差吗 那她就说 她不要就好啊 因为 在这种比赛 你能超过一个 就是算一个 就是你可以提前你的名次 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吧你不要的话 那我就先跑 那等到我跑大概五百公尺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 我人生中没有做过的决定 就是往回跑 对 因为马拉松都是往前跑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往回跑 因为我想 再去找她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沙漠 你放她一个人在那边走 不是很 很没有益气吗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想要怜香惜玉一下 我就回去跑 回去找她 我就说 你真的OK吗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 你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吗 她就说真的不用 她叫我回 她就叫我先回去终点等她 对啊 然后你们猜 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决定吗 蛤 没有我就自己走了 对 对啊 因为是你叫我走的啊 对啊 因为其实我还蛮care名次的 所以如果我能把它超越的话 我就 对啊 那等到我超越那个澳洲女选手之后 我又在前面发现两个光点在移动了 那一定是人不是鬼嘛 所以我就朝那个方 那个光点移动 那我一靠近我才发现说 诶这个不是也是在早上超越我的那个韩国选手吗 我一直被人家超越 怎么办 然后我知道他们是韩国人 所以我就 把我毕生所学的韩文 就是比如说 안녕하세요 然后 감사합니다 你们有学过韩文吗 然后 就是把我毕生所学 我就能把我所学的韩文就给他们听这样 然后还比个爱心说 Opa 这样子 有点不太舒服 OK 那因为我在比赛前我就认识他们 所以 嗯 我不太好意思超越他们 我想陪他们走 这样子 那 我就陪他们走大概 好几公里 比如说一两公里 三四公里 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 这个 这个 Opa 他就跟我说 Jitter 你要不要先走 因为后面有一个人 追上来了 那我就说 真的不用我陪你们吗 其实我很喜欢陪人家 对啊 那他就说 不用 我们韩国人是非常团结的 我不会抛下我另外一个同伴走 那你把我台湾放在哪里 所以他就叫我先走了 那 那我就真的先走了 因为我真的蛮想赢韩国的 对 所以 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说 可以 这句话就是 真正陪你 走过那段路的人 是比较重要的 他们真的韩国人很团结 就是他们不会抛弃同伴 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大家 在帐篷外面就是一起取暖这样子 因为在沙漠晚上可能会降到 气温可能会降到 大概零下 两度三度 所以 因为我是台湾人 因为亚洲人都很怕冷 所以我都会躲在帐篷里面 那那些西方选手就是 不知道 北北十八回有什么差点 他们都是可以耐寒的 他们有些人来自瑞士啊 或是丹麦那种高维度 国家 所以他们不会怕冷 那我们的台湾反观来说 就会躲在帐篷里面 对 星巴族是纳米比亚 最古老的一个部落之一 我们在比赛开始前 他们都会跳这种 祈福的舞蹈给我们 还记得这位吗 欧巴 要再回顾一下吗 这个 是同一个人啊 对 他就跟我说 Jitter 我有一个很 很喜欢的中文歌 你要不要听看看 你没猜是哪一首 蛤 你说什么春风 还是什么 月亮代表我的心 OK 没有 他是放一首就是 我那时候就吓到 因为为什么韩国人可以放这种 就是 没有 应该说 我很讶异 因为在这种沙漠 然后听到中文歌 就是很 觉得很温馨 很亲切 这个 好 有看到吗 对 两个人在放闪 对 两个人在放闪 我觉得他们放闪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在 闪我们这些就是单身的人 那时候比赛我就是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像我们 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 我双脚的大拇指就是 快掉了嘛 那 那就是 跑到最后的时候 我的脚有起水泡 或者是血泡 那因为真的是太痛了 所以我就干脆把我的鞋子拖起来 就是这样跑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后悔了 对 因为很烫 对 你没有看到我的脸吗 就是很烫的感觉 对 因为在沙漠的沙子 是可能有六十几度吧 所以是很烫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蛮后悔的 可是你有脱 有脱总比没脱的好 因为你脚包在里面 真是很痛 嗯 喔 不会痛啊 不会痛真的 你们知道怎么处理水泡 或血泡吗 戳破 欸有经验是不是 对 先不要看好了 对 再一次吗 OK OK 像刚才有同学说就是你要怎么处理它 就是你用一根针嘛 然后后面绑一条线 对 然后用针慢慢的搓进去那个水泡里面 让 让那个水或血慢慢的流下来 然后隔天就好了 真的不会痛真的 真的啦 真的 对 然后为了要防止 那个脚跟鞋子的摩擦 我们都会绑一个弹性绷带 或者是涂一些凡士林 就是减少摩擦这样子 在沙漠比赛 因为紫外线UV很强嘛 所以你要怎么去防晒很重要 像他们会涂一个护唇膏 那可是颜色要慎选 要不然就会变这样 对 对 脸部防晒也是 对啊 脸部防晒也是很重要 像我回去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是去游血而已嘛 怎么会变成这样而已 喝咖哉 台湿没白空 那因为我跑这种 极力超级马拉松 我的身体可能会承受一些 痛苦 比如说 像刚才的血泡啊 或是脚抽筋之类的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可以带我去一些 世界上比较多美丽的地方 有些人说 像我去年去那个 上《综艺大热门》 就是吴宗宪的节目 他就跟我说 这张很像在高雄凤山 在竞选 竞选活动 其实我爸妈就是 没有来终点 来看过我任何一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 我会希望在终点等着 我的会是我的家人 这样子 我最近有 我的摄影师呢 有帮我做了一个 就是 微电影或纪录片 我想放给大家看看 这样子 那是另外一个摄影师 那是另外一个摄影师 哦 哦 你们想说 怎么人变得 OK 我跟阿里俊达四大吉利马拉松的选手 其实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看过我任何一场比赛 所以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希望他们会在终点线等我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不太支持 对 现在爸爸就是另外的车是叼掐 所以我们要去到路做人 我们主要的就是要代客耕田就是整地 比如说帮人家耕田、离田 这是我们工作比较主要的档子 我跟大家都一样 要吃饭、要睡觉 当然也要工作 三太子 你这样跟我环导会不会累 我之前之所以会背着三太子去走入环导的原因是因为 在前幾年我看到一部電影教育鎮頭 鎮頭裡面的故事就是團長 就是帶著三蛋子去走路環島 那時候我剛好是大學四年級半畢業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的朋友講說 要不要來一場不一樣的畢業旅行 所以我們就去九天接一堆三蛋子去走路環島 那我之後也想透過三蛋子去 好好的認識我們這個家鄉 之後有機會的話想帶他去聖母宮 其實我之前很討厭跑路 但自從我在2016年的時候 我在報紙上看到陳彥博 他在南極戰拿到冠軍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深深的被他感動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有一個台灣人 可以在台灣的附近舞台上 持續的發瘋發熱 所以自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重拾我對跑路的熱情 我就慢慢的接觸超級馬拉松這一款 痛苦嗎?痛苦 但沒有體驗過極度的痛苦 才能感受到存在的價值 像平常進行跑步訓練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每天都會大概四點起床去進行跑步訓練 然後自己自主訓練大概兩個多小時之後 洗個澡再進行今天的工作 跑步的夢想還是會繼續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把跑步融入於我的生活當中 是變成一個不可厚缺的一個部分跟元素 人只有在痛苦的時候 才會覺得自己有活過這樣子 所以痛苦的時候是 當然一個人自己跑在沙拉沙漠 七天六夜250公里這種超級馬拉松賽事 那是我這一輩子最難忘也最感受到痛苦 跟自己極限的部分 今年四月份 我即將跟丁毅杰 以及翻譯成一同前往沙拉沙漠 參加幾例超級馬拉松賽 這是一場七天六夜 No.20公里的艱難賽事 考驗著我的意志力以及體力 也讓我再度享受著基督的痛苦 也許腳趾腳會翻掉 也許腳會抽筋 也許會遇到許多不可預計的痛苦 但若你被你待在主持圈 過著安逸的生活 你永遠不會看見真實的自己 想說你的痛苦 看見真實的自己 這就是我所追求的夢想 如果你選擇不去嘗試 你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同樣長大 我是李準達 四大基地超級馬拉松跑者 如果以後如果想要做紀錄片的話 可以找後面那個大哥 你以前有跟我說 他跑回去終點的動力就是 他想要好好的洗一頓熱水澡 那因為你在沙漠就是七天六夜 都沒辦法洗澡滿痛苦的 對男生對女生都是 那對我來說我 我跑下去的動力就是 我想回去喝 雞排跟春水糖的珍奶這樣子 所以我去年比賽完之後 我就真的回去 桃園機場買了一杯珍珠奶茶喝 蠻爽的 因為你在比賽你都只能吃那些乾燥飯啊 能量飲料啊就很很噁心 那回台灣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買珍珠奶茶 好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的嗎 比如說在沙漠怎麼上廁所啊 什麼之類的 有嗎 睡哪裡嗎 睡帳篷 大會會提供一個帳篷 然後我們每個參賽者就是要帶睡袋這樣子 對 還有請問跑步啊 什麼呼吸困難 呼吸困難嗎 對 那就像剛才他說的就是可能跑量不夠 所以要多跑一點這樣 可能有些人的那個呼吸方式是什麼 吸吸吐或是吸吐吸都可以 就是要調整自己的頻率這樣子 對 有嗎 好 OK 人死掉嗎 有 之前 對 之前 像有一場就是 一樣是在摩洛哥的撒哈拉超 他就是要求選手就是要簽生死狀還有繳交屍體運送費 因為 真的真的就是要簽生死狀還有繳那個屍體運送費 因為如果你死掉之後他不會對你進行任何的負責 因為是你自己要去跑的嘛 所以 要簽那個契約書 對 蛤 什麼 我幫你問一下喔 我不要再跑步 應該是會退廢啦 對啊 對對對 我再幫你跟那個大會問一下好了 剛才還有人嗎 OK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像你在跑什麼 然後攝影師要怎麼樣 攝影師嗎 攝影師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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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坐那個大會的車 比如說像 喔 像吉普車啊 霍卡他們會 不定時的 就是跑來跑去幫選手拍照這樣子 對 你是想應徵攝影師是嗎 OK 好 是 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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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工作 對對對 像我們參加那種 納米比亞 歌幣還有 阿塔加瑪 這一場就是要十萬塊 那南極最貴就是要三十五萬 所以 通常像一傑哥或者是彥博哥他們都是比較有名的職業選手 所以通常都會有企業贊助 對 那像我們這種 就是不務正業的可能要自己自費這樣子 對 剛才是不是有人 OK 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獎金 喔 打箱你要去的 就是你可能要花大概一百萬去比這種超級馬拉松 但是是沒有任何的獎金 那我們就是 只是要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或是自我實現這樣子而已 對 一個title就是那個頭銜這樣子而已 所以 有打消你要去的麵頭嗎 OK 還有嗎 還有嗎 喔好 乾燥飯嗎 像一般登山用品店都有在賣 比如說 像泡泡麵一樣 你沖熱水下去 大概十分鐘 水嗎 他們會提供阿 所以大概十分鐘之後就可以吃了 對 還有嗎 OK 像 其實也是多少會受到那個 易捷哥還有燕博哥的影響 所以之後我想就是挑戰大盲冠 就是這四場四大吉利賽就是完成 然後挑戰總冠軍賽這樣子 OK PRO的 你怎麼知道加拿大育空 真的嗎 喔 所以你也是燕博哥的fans OK OK 會阿會阿會想去 還有北極吧 此北極七百公里的超級馬拉松賽事 對 還有嗎 還有嗎 比如說 之類的有什麼問題想問的嗎 喔 老師 那你下個月要出發那個有跟爸媽說實話 可能就去遊學了 沒有沒有沒有這一次不能再用遊學的藉口了 對 老師可以幫我想個藉口嗎 哈哈 我還沒有講耶 打工換術 打工換術嗎 有比較好的藉口嗎 對 上一次他們說傳中階代 傳中階代 傳中階代 為什麼要跑去這麼遠的地方傳中階代 上一次他們不知道我去比賽 他們知道我去遊學而已 所以OK 對 所以我隱藏的蠻好的 那些前輩們 喔 對 對 所以應該會上行 對啊 嗯 被國家徵招嗎 被國家徵招嗎 好 OK 我可能會被我爸打斷腿吧 對 對啊 對啊 像翻譯成或林依潔 然後再回去嘛 就會被針到我去找 OK 好 就是我可能要再想個好的藉口這樣子 對 還有嗎 還有嗎 如果兩年後就是我挑戰這些四大吉利賽完成之後 就是考慮會出書這樣子 那到時候我想帶我的新書過來 對啊到時候你們已經畢業了吧 OK OK 那就下次囉 對 OK 好 如果你的爸媽 從他媽不支持你去的話 你會有什麼 這次的回憶 可是我報名非都繳了耶 對啊 所以還是得去啊 不可能就放棄吧 對不對 對啊 反正我跑 他也跑不贏我對不對 對 不用怕 對啊 OK 還有什麼問題嗎 欸 怎麼又是你 蛤 什麼 你現在指甲長回來了嗎 喔 喔 長回來了 你們要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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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點噁心啦 對 就是指甲掉會有點噁心 可是不會痛 真的 對 還有 喔 好 有耶其實每天我都會很想放棄 就是很想 真的真的 就是 就是感覺自己快到極限那種感覺 但是還是得撐下去 因為 因為你跟朋友說你要來猜猜這種比賽 總不可能半途放棄吧對不對 所以還是得堅持下去 對 錢都繳了 然後又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對啊 為了錢也要把他跑完 對啊 為了錢也要把他跑完 還有嗎 喔好 在沙漠怎麼上廁所嗎 在沙漠怎麼上廁所嗎 欸 像男生的話 比較方便就是 可能 找個 對 對 喔 可是他會蠻貼心的 就是他會準備流動廁所 所以 如果你在比賽前 要真的想要上大號 上大號的話 就是要趕快把他上完 不然會很不方便 那除了之外 他還會提供一個 就是垃圾袋 就是塑膠袋 就是讓你以防萬一 就是如果你在比賽中 真的就是忍不下去的話 可以就是 先大好 然後再把它裝到 塑膠袋裡面這樣子 對 然後再把塑膠袋丟一丟這樣子 對 好 那如果這裡下個月子消去 那 那是中年 如果你跟林姊姊 一起超到來中年 對 你會想要超越 還是你的樣子 喔 嗯 好犀利喔 你說有心結嗎 欸 那如果你可以討贏他的話 你會討贏他嗎 像這個問題啊 我朋友有跟我說 那就 超越 因為在賽場上 是沒有分誰的 雖然說他是 世界冠軍 他是前輩 可是在賽場上就是 一樣 你不能說 因為他是前輩 然後你就要讓他 就是沒有的 就是如果能超越他的話 就是 就是超越吧 對啊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很 滿現實的 對 對 撿骨頭嗎 撿骨頭嗎 你這樣說 害我不敢撿耶 好吧 那我就收集沙漠好 那個沙漠的沙子跟空氣就好 對 真的耶 像我去 去比如說爬玉山 或者是 之類的 我都會收集玉山空氣 或者是 河灣山的空氣 然後再把那些 送給我朋友 我覺得是滿有意義的 一件事情 對 對 有啊有啊有啊 對 還有嗎 好 訓練嗎 嗯 你說訓練方法嗎 就比如說 每天跑個 跑個十公里這樣子 之類的 對 好 睡多久嗎 八個小時 就是你先跑完就先睡嘛 對啊 反正在沙漠也沒有什麼 就是特別的休閒活動 就是睡覺而已 對 好 OK 他們都知道啦 然後會唸 然後只不過他們不知道 我要出國比賽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 到底做這些訓練是為了 他們也沒有多問耶 對啊 對啊 滿free的 對啊滿free的 OK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嗎 OK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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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好就是 好我其實 剛才達達說的時候的過程我大概都知道 只是因為細節我不確定了 所以我怎麼叫他達達呢 因為他是我表弟 哇 所以他剛才突然叫我老師的時候我看 欸 怪怪欸 然後其實我一直以為他爸媽知道他出國 但是就是 確實他一開始出去的時候我們知道他是忙著 我是 我只是不知道說到現在 他爸媽還是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吃到我們 我有在跟他確認今天的事情 然後他媽就在旁邊一部分就是 你跟他講啊 叫他不要 然後就是我都沒有聽他媽跟我講什麼 我想到他可能只是 有點覺得他太over一點 然後我說沒關係啊 希望人家自己好多事情 情擁港 沒關係你不要歡樂 然後我就跟他 因為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媽 他爸媽不知道他有出國 我們都以為他爸媽也都知道 因為我們年輕在一輩都是臉書上一直在看嘛 所以隨時他在幹我們都知道 可是他爸媽沒有 就是包括他上電視然後他有上報紙 就是地方版的有看過他 然後連報紙剛剛都沒看到嗎 其實我爸沒有臉書所以他不知道 對我知道 他連報紙都沒看到嗎 他不太看報紙的 那還好我們上次吃飯的時候 都沒有洩漏這件事 謝謝 因為我們都以為說知道 我們也沒有特別問 問說啊之後是怎樣 就是好像以為這一次你就已經 存在於所有人的生活裡面 對 然後所以你理由來都要想喔 還是大家可以幫我想一下 對就是我真的以為他爸媽已經知道 那我們就那支對話的時候 我們說沒關係啊就是 他家老爸是有在工作嘛 記得他說他有正直的工作 他有在工作 他每天是四點起床做他的訓練 也就是說他沒有荒廢到他的工作 他其實是同時在把人家的病情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說服他們 我覺得啦 因為 爸爸他們那一代的價值觀 跟我們這一代 會不一樣 所以 蠻能體諒的也不會怪他們 可是 只是要進行溝通這樣子而已 會有一點 對 好 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我姑姑用夫妻嘛 但我就跟他 就是我跟他 跟他媽媽就是我姑姑說 其實 沒關係 而且 他可能講說他這樣不務正業 我當時有他媽媽跟我講一次說 叫他不要這樣子 那樣子不務正業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 我說其他人需要演講 他以後就靠這個 然後以後 然後再兩年寫出 然後我哥是某某學校主的 他說 對 他就出這製 就有名 有名 就要好好吃的事情 之類的 然後也就是我們所有人對外面 都以為他媽媽知道這件事 然後 這樣可以混口飯吃嗎 可以 不用擔心一下 就是 我們會覺得沒有差 但是就是 其實大人沒有這麼容易支持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大人可以做到就是 他會先從 讀嫩反對開始 我覺得就有進步了 就像前幾個禮拜日你們學期的 來講 他就有點像一般 其實他的爸媽都是老師 他是保守的老師 比較自由版的 所以他其實是 一開始也是他們不支持 但我覺得他也是從就是不太 反對開始 那他現在有支持嗎 我覺得也只是不反對而已 但我覺得有前進一點 就是有時候對於那一輩人來說 就是不反對其實也許就是一種形式 就是難道你期待你的爸媽說 嘿 孩子我支持你 你不可能嗎 好像不太容易 我覺得你的爸媽如果都不太容易 我們的爸媽更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覺得只要沒那麼反對 應該就有前進一步 好 哪一天需要支援說服他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入 OK 就大概是這樣 其實他的過程 我不再 desde高度說 他剛才提到說 他幫他朋友完成夢想 而且他 他上就是無禮的那一天 其實我也在無禮那 就是我們 大概我們應該是錯 這就是他在上山哪5小時 我每次回去也 builds 哎你今天上無禮 他還有開探時間點 你那個時候我們正要下來 就是其實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 房子 就家人間是透過這樣的房子 那爸媽可能沒有我們的臉書 那讓我直接問我學 drei 如果你爸媽今天臉書你會不要講他 要不要講一講就放在另外一個帳號講他 那就是開兩個帳號這樣 然後那個就是我好耶我之類 可是其實就是他們其實是想要 可能想要藉由這樣的方式稍微知道 還好我上次沒有把你那個影片丟到群組 真的嗎 他們會在我們的LINE群組裡 其實媽媽 我當時我在臉書上轉編 然後我想說要不要在我們的LINE群組裡 讓其他的家人也都看到 等於除了我們栽培以外有幾個 就是他媽媽然後跟我們另外的小弟弟這樣 還好我每天 其實媽媽知道是OK的 可是就是不要讓爸爸知道 因為爸爸知道會滿慘的 就是他會還需要一些時間溝通一下 好 大家還有想要知道的嗎 我們只有預期兩年後再走趟嗎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跟那個家長溝通 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們在幹嘛 因為我們不單單就只有工作嘛 我們還是有自己的興趣跟夢想 那當然也是希望爸爸可以支持 那如果真的有初術的話 想要給爸爸看這樣子 對 就是不斷的再跟他溝通 進行溝通 OK 那問題嗎 沒有 如果沒有我們要拍一張大合照 而且我怕他 好 你自己有帶國旗嗎 我沒有帶國旗 那就讓我這個喔 這是我送他的啦 就是我要讓他帶去沙漠的 好 好 那我們就就是從聖就是面對 但是那一桌 我們在這裡 你要從後面要看 所以 所以 OK 這在對我面向那邊嘛 對 轉向那邊 但是太靠近的那裡 還是很會給你 好 謝謝 好 OK 沒有沒有選一張你自己最喜歡的 這張好了 你要這張 好 那我試試要到前面對不對 OK 對 比較高的後面一點喔 老闆那我們要站在哪邊 你先等他們站好 OK 好 那我比較 我就在前面就好 中間 張霍北太遠 好多人 他在一個很孤單 這邊可以好不好 旁邊可以往前面 有沒有人要在他 上上上 OK 小心頭 好 但是這邊 要把他一起拉 對 滿了 我先拍一下他們 好氣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2 3 來吧 來 1 2 3 我再進去 OK 好 好 OK 都可以 有沒有在嗎 還好還好 借我個位子 借我個位子 你可以在我前面一點 對 對 OK了嗎 對啊 來 這邊來 1 2 給我個愛情好不好 我幫你 OK 再來 跟妳左邊的愛情一下好不好 對… 像她的愛情好不好 OK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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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我叫妳自己愛情 不要 你跟他拿我 好 你跟他拿我 好 來 1 2 3 再一個來 好 來 3 times 3 times OK 1 2 開始 隨便你們筆 好 幾年快了 再來 好 好 謝謝 好 好 我還點進來的還沒有點名的要確定一下有點到名嗎 好啊 好啊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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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欸我們拿法嗎 對 反了反了反了 OK 等一下有人可以讀照了 啊誰真的嗎 誰真的嗎 OK謝謝 好 好 你拿幹嘛 要跟他拍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 要點完名就可以離開啦 還有盒子要拍照 你會不會 沒關係 沒有人要跟他合照的 沒關係 害羞 哈哈 哈哈 真的假的 蛤真的假的 沒有拿紙人 OK 可以啊 可以啊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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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喔 這麼多 可以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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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麼面熟 這麼面熟 對啊 謝謝 謝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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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拿一邊 可以 謝謝 可以 還有 謝謝 可以啊 謝謝 謝謝 好 可以啊可以啊 那是這邊 翻了翻了翻了 這樣 謝謝 謝謝 好啊好啊 要一起拿嗎 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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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啊 好啊 要簽名嗎 要簽名嗎 我沒有戀耶 你們兩年後還在嗎 應該還在嗎 你們是高一嗎 可以簽本名沒關係 可是簽名我沒有戀耶 現在越醜越好 可以簽英文名字嗎 簽本名 很醜耶 還好 你是說你想要那個翻譯成的簽名中那一個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你也要嗎 還是你們也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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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啊 他可以要你的簽名這樣 真的嗎 對 OK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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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有點 OK 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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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手機嗎 好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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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 這樣嗎 可以 中文人可以 中文人可以 好 沒有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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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應該等一下就糊掉了吧 用膠帶貼起來 那指甲有自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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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樣也是嗎 好